这次又准备了什么惊喜啊 这次又准备了什么惊喜啊 好了 睁开吧 原来这几天你神神秘秘的 就是为了给我准备嫁衣啊 你呀 成天忙于正事 那这些事 自然是由你未来父亲来办了 喜不喜欢吗 喜欢 非常喜欢 那既然这么想 敌军 敌军 大事不好了 天将神谕说 摩罗女帝将会入魔灭士 不必惊慌 神谕不过是玉兆罢 我要是不愿入魔 难道还会有人逼我 不可能 你绝不会是魔女的 属下也觉得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就算真有魔女 也不可能是帝君 难道说 这神谕所说之人 是明月公主吗 除了浩宣 没有其他人知道她的存在了 而自古以来掌管神谕的 又是麒麟族 二殿下 麒麟族 向来掌管神谕 此事 好了 你就别多想了 有我在呢 我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安静你待在这儿 等我回来 走